繼續來看民進黨的政理委丹明文 三個月做三日來慶祝到七十大收 總統割英文 政總統丹水扁情後搞定很好 兩個人沒收到 丹水扁第四個時候 說他過去任命割英文做六議會主委 又做介紹人 推薦割英文來加入到民進黨 所以台灣做第一位的魯總統 因為割總統在下任 團出說有可能在下到丹水扁 所以丹水扁這樣說話 是不是在跟割英文討人情 也影響到外界的討論 總統割英文參加政立委丹明文的選舉演會 第四個時候結束將他都走 將總統丹水扁後腳就夠 又在第四個時候加點名 我可以感覺得到這個陳水扁 總統當選人的誠意 在空空年的時候 但最近要請割英文等著廟委會主委 但最近第四個時候就說到這件王室 又說在那件事之後 又做小改進 推薦割英文加進民進黨 是割英文和民進黨的每人 也因為這樣台灣就有頭一位盧總統 這段位向監製作 感謝你和割總統頭前進 希望在割總統下任進行算佈得下 蔡英文總統在最後一個禮拜的任期 感覺是打算司法問題用政治解決 為什麼過去八年不做 現在最後一個禮拜要做 那麼一切如何來評估跟考量 我相信一定都有他的法律程序 不用特別的去把他所有的事情都灌上政治化 看黨派的意見不一樣 總統府依照相關的法律規劃來辦的 不過五幾天就在要到了 人數移動也會這麼做焦點 團出政立委何紀委 就要出現總統副委 副秘書長 也比較好的 立法院的相關溝通方面 相信會有很大的這個幫助 我祝福何治委 很不錯 很好 很好的工作 很適合他 可憐的人生公佈 這樣連南洋的立委都支持 總統六千條集結 面對到雕修壓大的困境 收拾辦法加強溝通的協調 就希望能夠交給雕修的對立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